上個禮拜的主要重點我們是講了一個叫台北市的住宅竊道的資料相關統計 比如說這個資料是來自於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實際上你很容易找得到 因為Google找開放資料,關鍵字找竊道 你會發現各縣市的竊道案件統計資料 假設這個資料剛好是104年,科幣上任到現在為止 竊道案件的數量提供了一些相關資料 我們把它下載下來之後就可以統計出歷年來 假設我們是希望說第一個好像3000多筆資料裡面 我希望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到底歷年來的那個數量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我們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你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其實有一個最後的那個結果 那比如說歷年資安到底有沒有變好 最好當然除了數量之外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圖表 一個圖好了,用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那當然這個資料是開放資料 Google找一下那個開放資料 然後這裡面找那個竊道 那其中那個CSV檔直接對應到ecell 直接可以拿來用 那當然我們會需要哪一個欄位 所以那種分析表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如果你需要統計分析哪一個資料 比如說年好了 那你就需要有個年的這個欄位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是需要把它變出來 那上禮拜第一件事 先把年這個欄位變出來 那我們就用Labs函數 切它前面三個字就可以了 然後再做一個樞紐分析 馬上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你會發現歷年來越來越少 而且少得還蠻明顯的 從大概快700筆 到最後不到100筆 那其實是真的減少還蠻多的 也就是一年 假設一年700筆 那等於是一天大概兩件那個切刀案件 到100筆就大概一天 可能三天大概就一件而已 那差其實就差了快 差了六七倍 所以其實你說這個 直接感覺起來好像那個小偷變少了 OK所以其實 當然這個數字背後是不是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說有沒有痴案 那當然這個就不是我們 這個在數字上面可以看到的 那當然你可以再去深究一下 另外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我想除了這個年之外 也比如說哪一個區 比如說那個台北市總共有好像12個區吧 哪一區切刀案件最多 那當然直接用這個資料呢 我們一樣樞紐分析表 不過第一個當然你還是一樣 要先產生區這個欄位 它好像本來沒有區 它只有地址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必須把地址裡面的區拿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在未來你們做那個資料處理的時候 很大部分 就是要把某個欄位裡面的部分資料取出來 那部分資料取出來的話 像剛剛用let 那這個用mid 因為它剛好在中間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哪一條路上面 路的話就比較麻煩 那路的話呢 我們因為它這個路的規則 其實很蠻複雜的 因為前面可能有0 有的沒有0 有理 有的連0跟理都沒有只有區 所以我們好像做了很多處理 但是前提是需要用fine函數 再用ifir函數 再用mid函數 就把這個結果給變出來 其他當然還可以統計什麼 什麼時間的切換按鍵最多 有沒有它其實有個欄位 那最多好像是你上班之後吧 10點到12點 因為大家都會上班 所以相對的發音的機率最高 其次好像是中午 再其次就是大概下午 其次是白天時間 所以其實小偷最喜歡就是白天你去上班的時候 家裡沒人 當然最容易 有切換按鍵 其他就交叉分析 除了時間之外 可以再把區列進來 有沒有 所以蘇牛分析好 其實做這些事情還蠻容易的 基本上不太需要 特別的什麼函數或者程式 其實拉一下就可以 有你需要的結果了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那個比較難的是取得路 這個規則 這個公式 這麼容易 其實我上個禮拜有講到 其實就分步驟 第一步是fine 第二步才是effail 如果找不到繼續找 如果找不到繼續找 那相關的影片一樣 會放在那個我們的這個論壇裡面 所以因為上個禮拜講過了 很多地方我都不重新重複再講 你們可以回去把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這些 重點 再把它這個 這個影片就在這邊 記得最後還有一個重點 存檔的時候 因為裡面我們有一些錄製聚齊 或者VBA的話 那記得 另存新檔一定要存成這個 XLSM 就是啟用聚齊的活業簿 如果你假如你存檔的格式錯誤的話 跟各位講 你程式就全部消失 有VBA啊 你錄製聚集 而且不可逆的 也就找不回來了 所以他特別注意 好像我記得我 就是上上禮拜是沒有講 那好像同學存錯了 那你之前做的事情 就通通不見了 這就比較麻煩 那至於那個其他相關細節 的程式碼啦公式 其實雲端上都有 請各位 可能還是要自己花一點時間 再去了解一下 因為像這種東西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那當然我們上課的時候 是有時候比較快一點的帶過 那如果細節部分 你實在是 還是有些地方不太了解 回頭可以自己再看過影片 另外的話呢 影片的下方其實 有你哪個部分有問題 好像VBA也有問題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說老師那個 有些地方我不太懂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哪些地方不懂 你可以稍微在上面告訴我一下 那我看到我會告訴你說為什麼 幫你回覆一下 這樣的學習方式 我會覺得會比較 不會受限於一些場地 時間的限制 OK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再來看 就是其他練習題 那當然後面我會希望說 反正就是以一個問題 當成是上課的重點 然後呢 有一個問題怎麼做 那我們慢慢延伸出去 反正就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直接先再來看 第三個單元 日期與時間函數 那請各位 再來先幫我開啟這個範例 然後打開來之後 請各位切到綜合練習 比如說今天我要針對日期的部分 跟各位做一些說明 那日期的這個格式 其實還蠻特別 在以色列裡面喔 除了文字啦 除了數字之外 其實還有日期 那日期這個格式喔 它主要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喔 你會發現以綜合練習 這個地方看到的 它在一個資料裡面喔 其實它一個儲存格 資料裡面喔 它不是那麼單純 只顯示一個內容 它裡面其實還記錄什麼 日期裡面其實還包含什麼 年有沒有 104年 還是民國年喔 月 日 有沒有還有週期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們希望很完整 甚至喔 裡面還包含10分秒 只是如果你沒顯示的話 就0.0分0秒 它是當成就是12點整 那如果當然你有10分秒 你就要再加 所以喔 哇這個資料型態喔 其實是最最麻煩的地方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它可以顯示成這樣子喔 其實跟各位講喔 它這個東西喔 其實還蠻 蠻單純 就是你滑水按右鍵喔 除成個格式 那我前面一直強調一點喔 其實在以色列裡面 預設的格式喔 其實是通用的 OK 那你想說通用 通用呢 它就是它原始 就是所謂的原始狀態 原始的格式 就是沒有加任何的格式在上面的 就是所謂的通用格式 那如果說我把它改成通用格式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裡面實際上 存在就是一個數字 欸 你如果按通用格式按確定喔 也就是說有點像那個 把外衣都脫掉 就是都沒有外衣 它沒有任何的包裝了 就是四萬兩千零五 那你想說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那為什麼它可以讓我們看到 是一個年月日還有週期 那又怎麼把它加上去的 OK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喔 那第二個問題 將來喔 把格式怎麼變出來 然後另外的話這個格式喔 如果我要計算的話 其實很多同學遇到就是 比如說我要幾天之後 幾年之 幾個月之後 幾年之後 那有時候比較不會 或者是兩個日期到底相差 幾 相差幾天比較簡單 相差幾個月喔 有時候就比較麻 月的話呢 因為它有大月小月 有28天有29 有論年沒有論年 年也是一樣 年大概一般是365天 可是還遇到論年的問題 多一天 那怎麼辦 OK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要如何處理喔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切到這個範例之後 看一下中後練習 我要怎麼樣喔 可以變出這樣的格式 它預設格式的話 當然 一般是這樣啦 如果是通用它是數字 可是如果我改成日期的話 其實標準的日期格式喔 在以色列一般是這樣子 年記得是西月年 那中間的分隔符號 請記得用斜線 OK 然後在年月日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格式喔 我們現在上面看到的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我說我今天喔 標準的格式怎麼樣變成我要的格式 然後 所以待會請各位大家看一下這個範例 另外的話呢切到今天好了 我們先在講綜合練習之前 我們先用今天來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顧名思義嘛 如果我今天要顯示什麼呢 今天的日期 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我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什麼呢 用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呢 找到今天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它不需要任何的參數 所以直接按today小瓜糊按確定就可以 它會直接抓到今天日期 那底下你們可以練習一下 插入另外一個函數 如果我除了日期之外 我還要現在的時間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還有一個多一個now 那其實today跟now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那就多時間嘛 OK 除了今天喔 所以你按確定 你會發現怎麼跟today一樣 那哪裡不一樣喔 跟各位講喔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你在這邊按法組右鍵 除了格式喔 你可以再切到哪裡呢 時間 也就是now呢 它還包括現在的 我們找一個比較單純 就是年月日還有時間 可以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多了那個 6點55分 而且這個時間會改的喔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移過來之後上面打個勾 它如果假設多增加一分鐘的話 它又這個地方會change 不過你一定要讓它打個勾 它時間才會變更 OK 如果你沒有去打個勾 確認它的這個狀態的話 那它是不會變動的 那你想說 那today呢 today可不可以改 today也可以啦 不過你會發現today 按滑鼓右鍵 出這個格式喔 如果你一樣改成時間的話喔 我們一樣改這個好了 幾點幾分 然後ampm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為什麼 有沒有發現 am的12點 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時間呢 是以凌晨12點那個時間為準 那它就沒有時間的部分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大家了解一下喔 把那個日期與時間函數的第一個範例先打開 那我剛剛是插入today跟now 那這個是第一個 兩個函數 today跟now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請你幫我把什麼呢 這個today 就是我時間 時間拿掉好了 我們把它改回來 改成這個 OK 這個now的話 就是多時間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希望喔 希望第一個問題 請你把today 改成綜合練習這邊看到的 也就是說 要把它改成民國年 斜線改成電 月跟日如果各位數字要補零 然後最後一個喔 後面再幫我加上禮拜週幾 或星期幾的話 那要怎麼改 這個喔 要把它改到這邊來 後面的格式 如果要換到前面 那該怎麼做 不是叫你自己在那邊打喔 你說老師我是用打的 欸不對啦 你說老師那這個 所以你們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改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所以今天的這個範例喔 主要就是針對 日期跟時間的相關 包含就是 格式的問題 還有就是運算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解決啦 那如果你這個觀念是 清楚的 那將來喔 我想你遇到日期跟時間 就不會是問題了 OK 試試看